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刚在大桥上 把自己的汽车给点了 还说三天后自己准备在那里自杀 小黑还说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说当天有一场冰雹 结果下了 他还准确的预测了当天医生和小黑的对话 然后小黑说自己的父母都死了 还是被自己害死的 但是有一天小黑和一个瞎老头下棋 小黑说那个瞎老头就是自己的老爸 第二天小白来到小黑家 但是小黑不在 小白发现原谅我三个子在小黑家的墙上掀满了 电话里面还有留言 里面说不要离开大家 小白找到了之前的女同事 女同事告诉小黑的父母即使没有死 结果小白去找到小黑的妈 小黑的妈错吧小白 当自己的儿子 这时小黑妈的脑袋开始流血 他家养的狗也开始攻击小白 小白吓得逃走报了警 但是警察告诉小白 小黑的爸妈在几个月前车祸去世了 或许有人冒充了小黑的爸妈 小黑又去找小黑的女朋友 但小黑的女朋友却说根本不认识他 另一边 小害找到瞎老头 并对他来施展超能力 让瞎老头重活光明 但瞎老头看见小黑 却说他不认识小黑 不许小黑的爸爸 到了周六晚上小黑的脑袋也开始流血 他站在了大桥上 拿着小白的面吞枪自杀 看到这里 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猛逼状态 要么小黑是神经病 要么小白神经病 或者两个人都是神经病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请注意 接下来 就要开始剧透了 看完最后几分钟 你才会发现这真的是一部优秀的高分旋遗片 原来以电影前面所有的都是小黑的梦 电影的最后才是真实的 最后几分钟 一切不合理的 地方都变得合乎常理了 电影第一个镜头 并不是小黑在大桥上烧了自己的车 而是小黑自己开车在那里出了车祸 车上爸妈和女朋友全部中生而亡 接下来的所有种种全都是小黑大脑里的幻想 发生车祸以后常就小黑的男医生和护士 在梦中变成了心理医生小白和小白的女朋友 因为现实中小黑看到的小白是蹲着的自然会比平常人短一节 所以梦中看见小白穿的裤子都是比别人短一节 并不是他喜欢穿短脚裤 梦里小白女朋友的上衣也都是短了一节儿 也因为女护士和医生一样也是蹲着的 因为是在梦里 所以小白小黑经常会遇到双胞胎以及三胞胎 梦里说小黑快死的老人和小孩以及小白的同事 餐厅服务员书店老板等等 在现实中都是围观的路人 电影出现了冰雹 其实是玻璃的碎渣折射出来的光线 在梦里小白的女同事 其实是现实中第一发现车祸的女人 电影前半部分以小白为视角 小白的女朋友突然把小白叫成了小黑 小白出现的那一刹那 镜头又把小白结换成了小黑 其实小白和小黑在大脑里就是同一个人 梦里小黑想自杀是因为现实 中他无法原谅想要以死谢罪 但有小白的存在只又是男主的求生本能 在梦里小白的女朋友要小白告诉他 他很棒告诉他这个世界会记得他 这也是男主内心想法的投影 表现出他对这个世界的不甘 梦里小黑妈妈原谅了他 是因为小黑希望得到家人的原谅 不想自己的父母怪他 小黑让小黑爸爸重建光明 是因为小黑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 梦里小黑女朋友并不认识小黑 而是和别人在一起 是男主希望女朋友在现实中不要认识自己 也不会因为小黑而发生车祸失去生命 这时的小黑手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多的逻辑上的错误 小白总是看到搬家公司在搬钢琴 总是看到一对母子的气球飞上天空 那比如小白遇到小黑妈妈的那场戏 以及小白回家与自己女朋友拥抱的那场戏 一开始看你可能以为这一段可能是剪辑是用脚剪的 梦里小黑自杀的时候 也是小黑即将死亡的时候 他的思维意识开始混乱 所以梦里小黑自杀后 所有景物都变得若隐若现 小黑生命的最后向抢救自己的护士求婚 他把护士当做了自己的女朋友 护士答应以后 终于男主得到了解脱 离开了人世 小黑去世以后 小白在小黑的脑袋里 浮现了许多不一样的画面 因此有人猜测最后的几分钟 依然可能不是现实 可能那是梦中梦 各种猜测 说明这部烧脑片的成功 一部成功的烧脑电影 引起的就是无限的猜测与思考 也有人说 这其实可能是把对梦境的分析 用到了死亡上而已 弗洛德说过人做的梦 其实都和现实有联系 都是在某种程度上 前一时把现实的东西扭曲组成的梦境 品电影 聊电影 笑看人生百态 本文是生下娱乐光年 关于死亡情流 的一些个人看法 感谢大家的阅读观看 声明 图片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 请告知 立即删出本 有生下娱乐光年原创 欢迎关注 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成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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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